台东达人乡土板村这条527产业道路 是当地排湾族人来往农田运输农产品的道路 其中还有19户居民住在对面 不过三年前莫拉克风灾 产业道路受损 居民要像这样徒步爬山 横跨水面来往农田 到了今年天平台风 整条农路750公尺路面全遭冲毁 上边坡也有5公顷崩塌 8号立委简东民召集行政委员民会 及公共工程委员会 前来会刊 工程会允诺将提供经费新建桥梁 让居民不用再担心 风灾就无法通行的窘境 原则上我们会先大概抓 如果今天说你打开坐在哪里 我们就大概现在用测一测距离 就用该用多少钱 我们把桥梁的钱给你 就做完以后可能 如果刚才乡长所讲的 里面有部落 就不要再当做农路了 你把它当做部落联络到 业务原民会的管理系统里面去 我当成共识 这周桥是有必要来建 做一个以劳永逸的建设号 大概先宽内三千五百万 不足的部分 等到整个设计完毕之后 再来做一个审核 得知有相关人员来会刊 许多部落居民放下手边的工作 主动前来参与聆听 听到桥梁能新建 居民非常高兴 牵板上少了很大的压力跟重量 因为这个十七年来 独板中一直要求的这个桥梁 总有了这个雷幕 高兴 感谢主 感谢主 真的感谢 终于要有桥了 我们期待多少年 从我一生下来 我就是每一次台风 我就跟我的爸爸这样 放上业力去山上 我现在六十岁了 单元能够赶快有桥 每一次有风灾 我们非得要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才能上山 这个时候我们要抢救 经过实地测量 工程会初估桥梁新建 约需花费三千五百万 新桥长度从原本的一百七十公尺 将缩减到一百二十公尺左右 工程会表示 目前就等达人相公所 重新提报桥梁新建计划 输才能合拨经费来执行 接着布鲁萨论 台东达人采访报道